各位爱玉尼区的选民们,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问问杨木光同志,这么多人是不是都住在这里的? 他说,大家都是爱玉尼区的居民,所以很高兴跟大家说一声,晚上好。 我们这一次大选,我们决定举行,当然大选需要举行群众大会。 问题是,应该在哪一些选区举行群众大会。 我们决定,其中一个选区必须是反对党的堡垒,就是阿玉尼集选区。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容易攻克的一个地方, 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里需要我们服务,需要我们支持, 我们支持,希望我们帮忙的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居民选民。 选民需要我们服务,我们必须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奋斗到底,拼到底。 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团队,在阿玉尼区上证。 包括赖天花、杨木光、蔡荣良、牧人李、三水卡玛尔和后港的李鸿壮先生。 五个嘉义。 我都,他们每一个我都认识。 有些人认识很久了,李鸿壮先生在后港的,他19岁就开始在德意选区服务了。 一直到现在45岁,是26年的时间了。 还是不断为人民服务。 杨木光第一次选举是很激烈的竞争。 近山集选区,年纪大一点的可能记得。 这一次,我告诉他,我问他,你愿意不愿意再一次回去阿玉尼。 他说,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当然义不容辞。 Viktor Lai,1999年就开始在这里服务了。 也是今年16年了。 风水轮回转,局势改变。 但是,他的决心一直完全没有改变。 坚决维持下去,奋斗到底。 蔡荣良上一次大选之后,同阿玉尼区失线了。 他自愿挺身的出说,我愿意在那里服务。 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我们对他们有信心。 墓仁李先生,请站起来。 墓仁李先生,请站起来。 墓仁李先生,同志,他其实也是我们的老同志。 在Buket Batu当我们的支部的秘书很多年了。 我们派他到这里来。 他也是,党需要我。 需要派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在这里服务。 刚才你听到他讲的话,很不容易的来这里。 不只需要厚脸皮,还要有壮的心肠。 愿意去拼人家说你,你不管他。 因为他知道他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是正义的事情。 千万人反攻他,不要紧。 继续向前进。 山水卡玛,他也在这里服务好几年的。 你看他面孔,很善良的面孔。 其实就是他的人格。 他是很关注人家的。 他很照顾别人,很想替别人做事情。 所以他变成一位老师,辅导了许许多多的学生。 我说,你到爱玉尼集选区来,帮助我们千千万万的选民。 他说,可以。 所以现在我介绍给你们我们的团队。 我可以完全确实地告诉你说, 这个团队比现有的团队,在爱玉尼的团队,跟后港的团队, 胜任有余。 我们随时都比他们不会孙色。 肯定把市政理事会交给我们这一个团队, 会把市政理事会许许多多的问题解决, 把市政办得更好。 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不只是六个人, 他们有人民行动党,在后面全力地支持他们, 支援他们,让他们做得好, 度处他们,为你们服务。 这些是选区里的事情。 当你选一位议员的时候,或者一组议员的时候, 这个是议员的第一个责任。 但是议员也是一个党的党员。 所以许许多多同一个党的议员集合起来, 就组织国家的政府。 所以当大选的时候,你选的议员, 你是选议员管理你的市政。 但是,你也是选政府管理我们的国家。 所以,希望大家谨慎考虑, 要选哪一个团队,哪一个党, 治理国家, 确保我们大家共同的前途。 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了,也听到了。 行动党说,投我们一票。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反对党不好,所以投我们一票。 是因为我们有决心,有能力,有许许多年的业绩表现, 我们能够替人民做事。 所以,请大家投人民行动党一票。 我们做的事情,大家看到了。 老的后港,老的爱与泥,跟今天的后港和爱与泥,天缘自别。 当然,四年前的爱与泥跟今天比,这个很难说了。 不过,如果看我们整体的表现,看我们共同做出来的成绩, 我很坦白的可以说,我们做的其实是很不错的。 所以,今起年我们能够庆幸,能够欢腾,是有理由的。 我看,感谢大家,尤其感谢建国一代的努力。 当然,我们做的只是一个业绩,是已经做成了,交出来的成绩。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人民新的委托, 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人民服务,以后能够继续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不只需要讲过去做过的事情, 也能够讨论我们将来有决心做的事。 什么事呢?解决人民困难的事。 使国家繁荣发达的事。 使我们的年轻人有光明前途的事。 使我们的老人家,老有所养,能够安心安享晚年的事。 许许多多事情,一个群众大会谈不完的。 所以我每一个群众大会谈一两点。 前晚我去丹荣八个集选区,我就谈了住屋的问题,谈了医药的问题。 今晚我只要讲讲两件事,一个是老人的事情,一个是年轻人的事情。 老人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很重要。 第一,老人家对新加坡做了许多贡献,尤其建国一代。 第二,老人家人数越来越多,并且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老的。 所以我们必须确保牢游所养,乐龄人士必须能够安享晚年。 怎么做得到?许许多多的计划。 我们的建国一代配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计划。 是一个13亿13亿元的配套。 是要花很多年,是要运作很多年的。 因为今天的老人家还可以活10年,20年,甚至30年。 我们必须继续地照顾他们。 我们做到了。 我们的公积金也是一个好计划。 我们不断地改善我们的公积金制度。 确保大家老了之后有足够的储蓄。 如果我们的公积金终身计划,CPF Life, 有足够的每个月的佣金,可以安享晚年。 有些人说,公积金为什么利率这么低啊? 哎呀,低得可怜啊。 我们应该多一点利率啊。 这个大家就轻一点。 的确,这样讲的人,不知道我们真正计划的内容。 公积金,每个人每个月供进去的, 可以用来买房子,可以用来还医药保健, 可以用来付孩子的教育费。 你知道那个利率是多少吗? 一个利率是2.5%, 可是你的特别户口的储蓄,利率, 投6万元,是5%啊。 每个月5%的利率。 如果你是老人家,有退休户头, 你投3万元,利率是每年6%, 4加1加1,6%。 你去什么地方可以找到6%的储蓄户头呢? 如果你去银行,在现有的情况下, 你的储蓄给你1%就很侥幸了。 公积金给你的是6%。 所以如果说还不够,当然多多益善。 但是如果说这个是很少了,我就不敢口同, 其实公积金是不错的。 怎么知道不错呢? 很多人不只把公积金留在CPF里面, 同时把自己的现款加入公积金里面, 因为他们希望获得这个利息。 去年就有将近5亿元被公积金的户头的拥有者, 投进公积金里面。 这个是自愿的。 其实你不来,政府负担更轻松。 因为你来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办法, 还给你6%的利率不少啊。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其实我们是相当照顾老年人的。 我们的制度是不错的。 可以办得更好,当然可以。 但是其实这个是好的制度。 年轻人,我们也费尽苦心为年轻人设想, 为年轻人的前途铺路。 今晚我想年轻人不少, 有年轻人在家庭的也不少。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公公婆婆, 你家里大家都有年轻人,大家都希望年轻人有一个灿烂的前途。 所以政府也是希望年轻人有一个灿烂的前途。 怎么做? 从教育做起。 从幼儿教育做起。 从学前教育做起。 从学校的设备, 学校的课程内容做起。 一直到理工学院,公益教育学院,大学, 甚至到工作里,我们说Skills Future,就是我们未来的技能计划。 终身努力,活到老,学到老。 怎么样做呢? 政府帮助你,资源,津贴,鼓励,支持。 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绝对会做的事情。 要做得到,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团队。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支持我的团队。 我自己一个人尽力而为,还是能力有限。 好像信尧的歌说,我从来就不在乎自己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但我能够贡献一份微博的力量。 但是大家众志层层,如果大家集合起来,让我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 我看这个不是微博的力量了。 这个是强有力的一个团队,为大家服务。 这样,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确保我们都有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我现在讲到这里为止,因为时间有限,我要用英语讲。 那,希望大家考虑我所说的话。 下个星期投票的时候,请投人民行动党一票。 谢谢各位。